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张语格 从五岁开始就开始学舞蹈了 学舞蹈的契机呢 在小的时候还不会说话 没有意识的时候 每当在街边听到音乐 我就会在妈妈怀里 蹦啊蹦啊蹦啊蹦 然后妈妈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 可能觉得就是 不会说话的小孩子 表达自己的心情的一种方式吧 所以她就决定送我去学舞蹈 我第一次五岁第一次到舞蹈班的时候 真的紧张得连膝盖都弯不了 我觉得好像有好多人 一直在围着我盯着我 然后我也不敢抬头 可是好在当时我的启蒙老师 觉得我太胖了 连动都费劲的小姑娘跳舞 真好玩 所以她就一直逗我 然后慢慢的我也就不紧张了 当时对我来说 学舞蹈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 像做游戏一样的事情 然后小学的时候呢 我觉得那还是我一个蛮风光的时期 小学我还在学舞蹈 就是在班里一个小班 大约有八十几个孩子 我是跳center的 就是 因为小时候在小孩子里面 还是以可爱为主嘛 可能老师觉得我跳的还不错 就一直把我放在前面 然后八十几个人站在前面 然后我学什么 你知道东北那个转手卷啊 转的学的也很快的 别人都不会我就会了 还有翻那个 侧手翻 还有空翻 就是不用手的那种 腾空的那种 我七岁就学会了 厉害吧 所以我还蛮骄傲的 就是拿了很多奖 小学的拿的奖的证书 如果都复印了 当时我记得有这么厚 然后我拿他 我拿着他去升初中的时候 人家给我免试了 嗯 谢谢你们的奖 然后呢 我小学很顺利嘛 其实我以为一辈子就可以 这么顺利的过下去了 可是 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打击 就是 怎么说 初中的时候 在升高中的前期 有一个舞蹈比赛 然后这个舞蹈比赛 如果是拿了前五名的话 升高中就可以加分 然后当时我真的超级努力准备 连衣服都是自己做的 你知道 看来我很适合这个团 这个团也是自己做的衣服 然后 然后呢 嘿嘿 然后咧 就真的是很用心 准备了好几个月 然后当时比赛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我状态也很好的 然后我还拿出我那个看价本领 我翻了个测空给他看 我当时觉得 一翻完我就觉得 稳过 保前五 第一都有可能 结果 这里是中国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激动了 打击太大了 我差点就一蹶不振了 其实我也真的是一蹶不振 到了高中之后 就是初中后半期 到升了高中 就还好 当时我没加那五分 就是五十分 也拿了 就是考上了四重点高中 就是自己的力量 然后 但是升了高中之后 就不怎么说话了 因为可能 就是那个打击对我感 就是有点大哈 不 无所谓 我后来就来这儿了 现在开始 回忆一下 首演的时候 首演的时候咧 当时跳的是K4 然后演了三首 那个Uncle曲 然后当时 我记得我是14 还是15号位 站在很边边的地方 然后 就是无尽旋转 然后我的老丸子 应该都有印象 我是站在三角形 最边上的那个位置 记得当时 首演完 好多人跟我说 看不到你 你高我也看不见你 嗯 然后还蛮难过的 你知道当时就是 不是拍广告吗 然后也是拿着无尽旋转拍 当时我们后面有一个绿幕 是用绿幕拍的 然后因为 那个镜头在前方 有一点拍不到我 然后我就被工作人员告诫说 你不要乱动 你也不要很大幅度跳舞 反正 就是那个意思 照不到你 害得我还要整理 就是 当时怎么想 就是 我第一次觉得 人可能是分三六九等了 这也过去了 下一个 然后 然后 然后我 虽然那个时候很低落 但不知不觉 我就振作了 然后我就开始努力了 我就开始 大幅度的跳舞 我就开始 研究自己 怎么能把自己打扮得漂亮 我就 研究化妆的方式 然后也穿好看裙子 但有一段时间失败了 我记得你们吐槽我有一段时间的 装画的 像三十多岁的 但是我也改了 我现在也不是三十多岁了 我十八了 然后 我也拿到了 生命之风这首歌的 Center位置 终于在历经这么多年之后 再一次 站到了我小时候熟悉的位置 觉得蛮难的 可能是大了 也比较害羞了 觉得Center还是蛮有压力的 前面一个人都没有 所以我也很佩服 在我之前一直站Center的那些孩子 我觉得他们非常非常努力 这个团队初期 也非常感谢能有他们的带领 我们才能走到这一步 谢谢 最后呢 我还是要讲一点我团里的事 陈光慧 你称是小爱 跳舞非常的好 我觉得 她是跳舞 就是幅度最大 最有动感 最有正能量的一个人 所以我很喜欢她 平时虽然爱吃 可是性格非常开朗 所以我觉得她值得得到很多很多的票 陈思 娃娃音 我们的虽然是个姐姐 可是非常非常可爱 总是绑着双妈尾 然后平时其实生活中也非常照顾人 然后对我特别特别的好 然后记得一开始寝室的时候 她没事就往我床上丢一个零食来吃 有点惯着我了 不过她是个好人 她也值得得到很多很多的票 戴萌 我管她叫妈妈 叫妈妈是真的觉得她很像妈妈 然后她是那种 在生活的琐事上 会管理我的人 就是比方说我腰痛 我腰伤已经很多年了 是旧伤 她又总会提醒我 注意点你那个腰 你别撑着了还是怎么样的 虽然就是有的时候 她自己有点疯疯癫癫癫的脑袋 然后壮壮嘛 然后但是她是我的戴萌好妈妈 她也值得得到很多很多的票 塞也前辈不说了 她现在是另一个S队的队长 她是个很 就是这个前辈呢 就是是个很负责任的人 我觉得她在哪里都会 你知道 人中龙凤的那种感觉 太帅了 她没事坐在排练房 我都看着她饭花痴 太帅了 太像男生了 这个日本的句句不要翻译给她听 谢谢 所以前辈也值得得到很多很多的票 然后是蒋云 蒋云是新加入我们团队6月27生之一 平时特别的文静 可是我知道她是个很较真 很较真很认真的人 她平时要求 对自己的要求特别特别的高 所以就是练不好 舞唱不好歌都会让她特别特别着急 她平时特别努力 所以我也觉得她值得得到很多的票 孔湘云 她 这个人不怎么地 我姐姐吧 跟个小孩的 天天一天天长不大 说那些没有用的话 还没有常识 傻了吧唧 我觉得 不行 这个人不行 不靠谱 大家可怜可怜她 多给她投点票吧 玛丽亚前辈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柔 非常非常温柔的前辈 教我们很多舞 而且她真人真的特别爱吃 不知道为什么 特别馋 然后 但是呢 她每次吃完我们的小笼包之后 都像第一次吃那样 露出特别可爱特别甜美的微笑 然后我说 你不怕胖吗 她说过一句话 她说 女生为了自己喜欢的吃的而发胖 一切都是值得的 就有这么豁达的人生观的人 我觉得值得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李琪 李琪 李琪是我爸爸 她偶尔穿得像个女的似的 其实她是个男的 和我妈妈天生一对 她俩在房间里 真的半夜睡不着 绝对是被她俩吵架吵醒的 就在我隔壁 所以 她是那种 你知道 真像爸爸一样很有担当的人 就平时关于团队也好 她还帮了默默很多 其实她是 除了默默之外 最有领导范的一个人 所以 她也是 就是带领我们团队 走向前方的一个人 我觉得 她值得得到很多很多人的支持 我喜欢她 默韩 我们的大妈 哎呀 可啰嗦呢 可是 我们都可爱她呢 她真的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队长 没有一个队长 就是管得这么细致 舞蹈也教 唱歌也教 平时生活 谁衣服破了 让她缝 谁袜子不愿洗 丢给她 然后平时 什么 什么早上叫起床 晚上催睡觉 全都是她的活 然后没事还给我们做条尾巴 太敬业 她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队长 我们都支持她 请大家也支持她 前辈婷 哎呀 她最近女了女气的 我不知道 有点娘炮 她就是 嗯 没有 她性格特别特别的温柔 她自己觉得自己特别的少女 我同意 就是 其实胆子很小 也 心理承受能力也不是很强 就是她 就是一开始唱歌跳舞方面 比较弱嘛 她也真的非常召集自己这两方面的 就是怕给大家拖后腿 但其实没有那么差 她就自己觉得自己可能是 好像跟不上大家 又非常努力 半夜 半夜凌晨的时候还在练舞 还在练歌 就是她 和晨晨一起 所以 这么努力的人 值得大家支持 好 好 好 求欣怡 还有 这家伙不知道怎么说 嗯 嗯 有点像我姐姐 其实也挺啰嗦 嗯 就是一个很有偶像天分的人 她长得也漂亮 身材也好 唱歌 身材也好 唱歌也好 跳舞也好 特别有自己的发 长得漂亮 然后性格也好 那种大大咧咧咧 哪个人不喜欢这种性格开朗 然后又甜美的女生是吧 然后平时 其实我和她玩的也挺好 就是 其实我是那种 不是很爱出自己房间门的人 然后就 她就经常来我房间 逗着我说话 跟我聊 她开心的是 就是 就是 反而像是一直她在安慰我一样 真的是 很有大姐姐一样 虽然她比我小几个月 所以我觉得 我喜欢她 所以也希望大家支持她 孙芮 孙芮就是逗逼 这也没什么可说 她平时脑袋就不正常 真的 她自己说 可乐和牛肝她的标配 她谁 她是蒙古人吗 反正 没事去她房间 然后就 就能看上她 就盘个腿 穿个短裤 就跟个大老爷们一样 往床上 然后一进来 我一进门就看上 哎呦来了 哎 哎 然后还跟我显摆说 我和温敬杰家 是不是让你有家的温暖 无聊 我跟你说 没劲 也就看 我俩是一个地方 然后我就不愿搭理她 其实我愿意搭理她 我可依赖她了 平时她也 就是不开心的时候就会找她 其实她也挺有姐姐样的 也会开导我什么的 没事 反正从背后 往她身上一扑 她也能接得住我 挺壮实的 挺好的 祝愿她永远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服务动海 寿命男神 沈志玲 小双呢 虽然不经常上公演 可是 她每次上公演之前 都很努力练习 就刚才在台下 我也发现她 一直在跳自己的舞步 哎呀哎怎么办 要是忘了怎么办 然后眼睛还眯起来 哎呀怎么办 像个傻瓜一样 可是 她很努力 所以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她 一看就推小双 文文 文文超努力的 我跟文文也特别好 我没事就到她房间去玩 跟孙瑞一起 她和孙瑞 太像一家人了 可以 成一对 结婚去吧 就是 特别搞笑 平时也是那种 特别有搞笑天分的人 所以 然后跳舞 唱歌也都很努力 说的好累 唱歌跳舞也都非常的努力 所以 唱歌跳舞也都非常的努力 所以 以后我觉得她应该大光明 是不是 大家是不是觉得她大光明的发型蛮好的 她自己没事就要脑上打了很多的高光 然后自己把自己打扮像一个灯泡一样 我觉得很有辨识度 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有特色 也很适合做偶像的女孩子 我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她 武哲 武哲是个性格很好的人 她真的是性格特别好 她说我这个团里最随和的人 就是 她也不是很爱生气 然后高高的 但是傻傻的 真的是像傻大姐一样 嗯 然后她也是非常努力的一个人 她一开始因为手长脚长 所以动作有可能会 比人家慢一点 可是她有非常努力在改正 然后 她也 嗯 就是很努力在记动作 在学唱歌 所以我希望大家也多多支持她 陈琛 我们的歌姬 歌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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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真的太厉害了 我就没发现任何一个人 一开嗓 就像原唱一样 她就是你知道临场紧张的那种人 她练习的时候 就像听到天籁一样的歌声 就是原唱 比原唱还要有感情 她唱流着泪微笑的时候 真的我们在后台哭的 女儿出嫁了 她表现得太棒了 真的 太给我们S队张脸了 唱歌 绝对谁比得过 太厉害了 绝对是S队第一歌集 绝对拿得出手 我觉得她以后绝对会大红大紫的 我要讨好她 但是她也平时我关心很好 然后傻乎乎的 大大咧咧的 性格也很好 所以想大家多多支持她 许佳琪也是个逗逼 许佳琪她服装品位很特别 大家都看得出来吧 然后就喜欢穿一些花花的 就是 花花衣服 什么小星星啊 小星星啊 什么小碎花啊 确实每样都好看 她非得把它拼到一起 就觉得很奇怪 我知道她的 憧憬的前辈是 小岛杨蔡前辈 她也很希望自己像 小岛杨蔡一样 变成那种温柔漂亮的美女 她也在努力 然后我觉得她现在真的很漂亮 她也就是 觉得有的时候挺羡慕她的 怎么这么漂亮 嗯 嗯 我希望大家也多多支持她 谢谢 许子轩 许子轩来的时候 其实我很开心的 她比我高 她没事真的 你说一个小 98年的小孩 总还捏我脸 光着小章鱼 然后没事就玩我啊什么的 我不开心 我不开心 我不喜欢她 可是你们可以喜欢她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她 圆语真 能不能跳过她 跳过她吧 你们知道她是个神经病就行了 反正神经病如果 反正就是神经病 但是如果这种很真诚的孩子 能得到很多票 她一定会很感谢你们的 这嘉敏 哎哟 作为我们最年少的 就是 就是Santa的 就是常站这个Santa位置的人 我们全队 都很感谢她 因为她也是我觉得一个 担得起这个位置的人 嗯 就是不管是舞蹈啊什么的 就是 就很能震得住场的感觉 其实我个人是很佩服她 很喜欢她的 然后就是有一段时间 我也特别想跟她搞好关系 然后后来觉得 怎么说 其实现在关系已经好了 就是有的时候 就太熊了 但是是那种很可爱熊 可是你知道我平时不说话的 可是我不说话吧 她也不说话 我们两个就只能 就只能眼睛对眼睛干看 然后最后傻笑一下 所以很内向 也不是很会表达自己的一个孩子 我希望 不用我希望了 我不说她也会得到很多的支持 那就请大家继续支持她 好 最后 我说 张语格啦 张语格这个人不怎么比 但是 你们难道 不好奇 这么一个 性格软啪啪 不爱说话 不气用的人 到底您在欧香界走到哪一步 难道你们不好奇吗 好奇 难道你们不好奇吗 好奇 我希望 你们 能够 一直好奇下去 总有一天 我有信心 满足你们的好奇 给你们一个最好的答案 太激动了 好丑 好 好了 下面是观众提问时间 走你 点吗 你当我傻呀 哈哈哈哈 选问题二 我最酷炫的一件事 把遮脸毛剪掉了 我现在没有遮脸毛了 可爱吗 跟手眼的时候是一样的 是吧 有没有回到初心的感觉 目标好 张鱼哥从现在开始 要像那时候一样有冲劲 继续努力啦 下一个问题 选 问题三 小张鱼想给三七生说点什么 今后要以什么目标 努力给后备们做榜样 我就这样 我不改 我就这样 但是我要对 三七生说 说其实最好的是 就是自己是什么样 就展现给大家什么样 就是不要觉得 就是好像 所有人都喜欢 很漂亮的 很瘦的 然后脸尖尖的 大眼睛的 我其实不是那样的 就像有喜欢我的这帮人 他们也不是瞎子 对吧 对吧 所以说 喜欢什么样的都有 只有保持真我 才是最好的 嗯 下一个问题 问题四 四 啊 哇 像个总结性问题 和我结婚吧 哇 哇 只有我们签了契约之后 你们才能一辈子守护我 给我买戒指 不要这么大的 不要这么大的 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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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问题 三个问题对吧 三个问题对吧 好了最后安静 Attention Attention 最后我要宣布一件事 嗯 嗯 我最近有一个事情 要宣布 就是说我最近 要一个人在外面跑了 就是我已经街拍了 就通过一层一层的面试 试镜 被选入了一个 那个网络剧的女二号 然后这个 今天这个演讲稿准备的不充分 也是因为我五点才从那边赶过来 在车上化妆什么的 就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准备这个 还好你们大家捧场 不过我要说的是 可能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不能和大家经常见面了 希望你们不要 要想我 想 其实不想也没关系 只是希望我不在的时候 大家不要忘记我 还能记得 张远哥虽然不在这 但是也在外面继续努力 也希望 大家可以期待我这个作品 谢谢 是不是照其他人来说我太长了 是不是有点长 抱歉啊不好意思 耽误大家时间了 大家干嘛干嘛去吧 洗洗睡吧啊没事了散场 是 是 打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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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